老電視人是有倫理的嘛 就是說你怎麼罵他幹嘛 怎麼說他 他都還是很恭敬的 從心裡面這樣子 跟現在的漢典是不一樣 漢典對你們是不一樣的 馬上就過來啊 現在就不敢罵他耶 真的 都不一樣了 漢典對你們那個 我是看不下去的 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我幫個女的 也是女主角 遮...下雨 遮傘 女孩子我們當然不能碰她 可是你幫她遮傘的時候 我人就淋雨啊 她也沒有說一起遮嘛 也沒有 她就裝得不知道那個樣子 就是弄她自己 怕那個雨弄到什麼 我就這樣淋 你就站在雨中 對 就在雨中 因為那個傘小 也不可能說我們兩個一起 沒有 就給她遮 我就這樣就淋了 淋了兩三個小時 所以你心裡記了很多恨了 我當初的時候被欺負得很慘 那時候沒有電腦 沒有視訊 你這一生命就有同意過 有沒有拿幾次是真的 有覺得我們刺到你的 視訊的那個是有真的刺到 視訊是你自己做嗎 你自己真的奪體啊 但不要一直在傷口上撒鹽嘛 你偷了之後 我們假裝沒看見是不是 不是 就不要一直在講 是 不要講是不是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啊 李鐘哥 我對這個故事的... 對這個故事的 小萱比較喜歡她 結果沒有選擇陳亦菲 然後那時候陳亦菲 好像有點難過 然後大S好像就比較想要安慰她 然後完全就是局外人 沒有人理我 好複雜 所以出來節目裡說謊嗎 對啊 她說她們三個男生 公認妳是最討喜的 沒有這件事 她們是在取笑我 因為三個女生 不是都是有各種形象嗎 然後因為大S跟芬小萱 比較漂亮 她們都會這樣 然後我就會這樣 對 然後她們三個就一直在對面笑我 所以她們投票選我是抱著 我是開心過的心情 追范小萱那個男歌手 後來來台灣是當演員 還是當歌手 兩個都當過 我不知道妳記不記得她 曾經地屬於某一個團體嗎 對 這怎麼講 那追大S那個呢 對 我可以接受很多人 她們參加要跟我們講很詳細的 那個很入骨的故事 可是納豆這方面故事好... 要聽嗎 因為不就是妳最愛劈腿嗎 妳有信心嗎 沒有... 很同意 劈腿參加 劈腿有這個螢幕形象 但是真實的 妳不是劈腿冬瓜嗎 沒有啦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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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來的 你喜歡嗎 喜歡的給妳用喔 我覺得不錯 妳看有沒有可愛 沒有... 因為其實很多公眾人物 都會請我們去調查 之後再自己爆料個週刊 好像自己是被害者 但是其實她也是保護她自己 所以妳手中有很多這種 藝人的案件嗎 沒有 公眾人物... 她依然是受害者啊 對不對 對 她依然是受害者 只是她拿去媒體公布的時候 她好像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是被狗仔跟拍的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多狗仔 她已經調查出來的 對... 妳認出她是知名人物 會方便告訴她說妳認識她嗎 不會 她也會用假名 但是明明就知道她 例如說是小S 但是她就是用一個假名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婆婆媽媽 都沒有時間看書 因為可能都要護小孩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有聲書很貼心啊 妳就可以在車上開車的時候 就拿片CD起來聽 可是萬一婆婆就在車後座呢 她就是要給婆婆聽 我覺得就是全家人一起聽 她是婆媳可以一起聽的懂嗎 婆媳可以一起聽 因為妳就說 妳要一直說婆婆的好話 那婆婆在後座聽了會是 婆婆一定會很開心啊 妳就馬上跟婆婆說 對 婆婆妳今天好好的 因為它裡面就有講說 要多說好話 她說像她婆婆煮的針魚很難吃 可是... 婆婆... 她這樣講的話婆婆會不開心 所以她就要講說 雖然難吃可是很健康 我沒有說難吃 真的嗎 就是這樣 婆婆做的魚很養生 對 挑對禮物婆媳心更靜 我婆婆非常虛榮 一定要拿到名牌公司 虛榮喔 所以汪志生 如果歌手來表現呢 好像他沒有上過妳節目 可是其實他來過的話 妳會不會生氣 就是人後到點啦 所以歌手如果說 主持人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妳就會知道說 他其實不太記得妳名字 主持人問的這個問題 如果說出來的話 那個人就其實滿早死的啦 不能這樣講嗎 不是 因為這樣子很不親切嘛 剛才您所說的這種問題 這是比較技巧 對...剛才妳說的 我覺得這個很清潔 可以 剛才主持人說的 分明就把我當作外人看 這個時候當然心裡面 會不太舒服 妳現在沒有理教到 她剛才說做人要厚到一點 根本就是妳做人厚到 做人厚到是一個原則 你們各位主持人 從來沒有念錯過歌手的名字嗎 歌手的名字不可能念錯啊 但是歌名可能會念錯啦 妳是記得的啊 我也記得蔡康勇啊 其實會讓人家留下記憶 今天十位來賓當中 來過康熙的妳記得嗎 Dennis常來嘛 對 Ruby也來 其他我真的比較沒印象有來耶 小孩子真的記不起來 可是妳要...我跟你講 因為當媽真的很辛苦 妳生了一個小孩叫半殘 生兩個叫全殘 就妳的記憶力會大幅衰退 所以妳要體諒 這樣沒有要承認 謝謝 剛剛是在罵我媽媽 我覺得 可以感覺有點怪怪的 鄭思成妳來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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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素蘭妳覺得她來過是不是 我跟她同台過 她說沒有啊 可是不是康熙吧 她就是康熙 那可能是另外一個節目 但是我跟她同台過 那阿國來過嗎 阿國 我也跟她同台過 不是這個節目 不是這個節目 所以搞得半殘商發分吧 她是不是老到不能跟你交往 沒有 可是她看不出來 這重點 對 她真的看不出來已經39了 所以如果要追妳女兒的男生 已經39歲了 你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問題 成罪該萬死 給妳請安喔 她還滿直接的 我想女生不要太做作 所以她個性滿像小男生 什麼都可以聊啊 那她的外型你喜歡嗎 喜歡... 這樣講喔 太直接了 就是... 我的理想型是這樣 就是可愛 然後笑臉 那你沒有認真的追她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生肖一樣 你如果現在實驗看 別人看得見嗎 對啊 只有左眼看得到 動過手工之後呢 看起來依然符合 某一些選美比賽的標準的話 應該就選得出來 我們覺得 所謂的人工美女到底好看在什麼 所以是看誰的那個手術最成功嗎 所以這個就等於說你要請選手們 把他們原來的照片拿出來比對 評審才能夠做決定對不對 對 應該是說 誰整完之後真的變得很漂亮 對 好 來 四號妹妹請轉過來 哈囉 你們好 喂... 好 七號轉過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atti 雙眼皮鼻子 鼻子 對 鼻子 所以大家都... 熔乳... 大家都有猜鼻子 然後你要猜胸部是不是 對 鼻子有 而且你鼻子打圍巾 是已經打到前面都紅掉 你知道嗎 Kathy她請問 S剛才說的上圍呢 沒有 上圍沒有耶 看起來很像有喔 因為你下巴不是... 就很自然 好側面 她一笑就看得出來 側面有...看到了 對 像你這張 就是從下往上拍的 下巴就整個也做了 也就跑出來了 我覺得以 Before來講 條件已經不錯了 所以不能算是有加太多分 對 其實反而是你的那個 After之後 那個臉就真的比較佳 你原來這個臉都比較真實多了 你 Before 青唇多了 你現在很...很封城味的 對 你現在看到 還會有女生 讓你覺得漂亮的 想要多看她幾眼嗎 拜託 我剛剛一直在偷瞄兩位 你也太有禮貌了吧 你也有 這邊也有 哇 哇 哇